维克特路基艾尔是什么怪兽? 他是黑暗路基艾尔融合而成的第一只怪兽 初次登场在银河奥特曼S剧场版 切布尔星人在月球复活了路基艾尔 在冲向地球的过程中 意外撞进了维克特利水晶 获得了强大力量的路基艾尔 进化成维克特路基艾尔 维克特路基艾尔和路基艾尔有很大区别 维克特路基艾尔整体给人一种恐龙的感觉 胸口是维克特利家龙胖 不仅可以进攻 还可以吸收维克特利水晶 身体周围的新红色能量灯 能发出像爱塔尔家一样的光弹 一条长长的尾巴 眼睛变为V子形的独眼龙 眼睛上方酷似眉毛 能射出红黑色的闪电 让奥特曼实化 实力也比路基艾尔强大太多 虽然没有路基艾尔的银河火花 但维克特利和银河 两次都败在了维克特路基艾尔手上 维克特路基艾尔一出场 城市就被破坏得差不多了 这惊人的破坏力 给了奥特曼和防卫队十足的压力 面对两位奥特曼的不断必杀 维克特路基艾尔也没有任何畏惧 不过可惜 维克特路基艾尔还是被我们的银河和维克特利打败了 维克特路基艾尔一开始被切布尔新人操控 后来路基艾尔的意识苏醒才得以摆脱 维克特路基艾尔第二次登场 在欧布奥特曼格斗中 这次的维克特路基艾尔 是由亡灵魔导师雷伯特斯召唤出来的 除了维克特路基艾尔 还有其他被召唤出来的五位怪兽 这次的维克特路基艾尔是非常弱的 赛罗和欧布使出必杀 维克特路基艾尔就直接玩玩 菩尔寺 高文画 大逊